在今天晚間通過台灣海峽南部 並且在明天清晨到上午 隨著逐漸接近到金門附近 然後在中國大陸的沿岸登陸 那在這段期間呢 我們的警戒區域在海上附近呢 是包含了台灣的東南部海面 巴士海峽 台灣海峽還有東沙島海面 而我們路上的警戒區域呢 還是有在苗栗以南 還有華東地區 提醒在海面上面航行作業的船隻 應該要嚴加戒備 而陸地上面也要嚴防搶風好雨 我們看到在雨量觀測的部分 從今天的零時到目前為止的降雨上面 可以看到其實呢 台風外圍的雲帶一直一波一波的掃入 所以說造成呢 在今天的東南部還有恆春半島 以及高坪地區是持續有雨的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累積雨量 在花蓮還有台東以及屏東的山區 都來到接近350或是超過350毫米的雨量 是有到大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而其他在被封面的這一段呢 也是有一些局部的震雨出現 我們看到目前我們發布的 在雷達回波圖上面呢 則是可以看到造成這樣子的雨勢呢 主要是颱風所帶來的這種東南風的影響之下呢 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強回波 影響到我們的東半部還有南部的陸地 而目前隨著颱風逐漸地進入到台灣海峽南部 整體來講除了在淫風片這一帶的雨勢相當明顯 我們在南部的這邊的雨勢呢 也是快速的增打當中 而今天在整個東南部還有屏東一帶的山區呢 也有出現這種 呃 雨量超過100毫米的短延時強降雨 提醒大家這個颱風呢 目前在今天傍晚到深夜 一直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是為台灣附近帶來風雨最明顯的時期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至於在特曝方面呢 我們目前持續的發布豪雨特曝 目前呢在花蓮還有台東以及屏東的山區 這些地方是有到超大豪雨或是大豪雨等級的降雨 而在宜蘭的山區也是大豪雨的等級 我們在接近這些地區的山區附近 還有像是大台北以及南部的這一帶 也有大雨或是豪雨等級的降雨 那未來的風雨情形呢 我們先來看到颱風為我們附近帶來的環境場 在今天的深夜 颱風會逐漸的接近進入到我們的台灣海峽南部 而到了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左右 颱風就會由金門附近接近到中國的大陸沿岸並且登陸 所以說呢在今天的深夜這段期間呢都要特別留意 而在金門以及澎湖呢隨著深夜到明天的上午左右 颱風逐漸的接近他們這些地方的情形之下呢 要特別的嚴防強風好雨 我們從整體的定量降水的趨勢上面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間南部附近的降雨增多了 花冬持續有明顯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的清晨這樣子的雨勢呢是持續都繼續的有些降雨 而且在金門以及澎湖的雨勢也是逐漸的增多 那另外到了明天上午隨著颱風逐漸的進入到中國大陸 並且減弱 所以說呢它在整體的雨勢上面呢是有比較減緩的情形 但是還是有一些降雨 而到了明天的下午之後整體的雨勢才會比較明顯的趨緩 至於在風勢上面呢則是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晚間我們南部這一帶呢逐漸的轉成迎風面 所以說整體的風勢都會明顯的增大 而且呢到了明天的清晨的這段期間 則是風勢最明顯的時候 此外隨著颱風的暴風範圍呢 逐漸的通過在澎湖以及會接近到金門附近 所以在這段期間就是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呢 這邊金門以及澎湖的風雨也會逐漸的增大 那整體來講我們在本島這邊的風的情形 要到了明天的上午隨著颱風的進入到中國大陸之後呢 我們這邊沿岸的風勢才會稍微的減弱 但是還是要留意有這種9到10級的強震風 而至於在本島比較明顯的風勢減弱 是要到明天的下午 但是金門以及澎湖呢 也是在白天之後逐漸的風勢減弱 因此我們總結提醒一些比較明顯影響的時程喔 我們在今天傍晚到深夜呢 是台灣最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那麼東半部持續都是有大雨 而且中南部的雨 好 您可以看到氣象局提醒大家 今天傍晚開始到明天的星辰 將是颱風風雨最為明顯的時刻 因此目前持續針對苗栗以南 花東地區 澎湖新聞發布陸上颱風警報